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在天气方面 那么最近修士顿已经感受到从北极来的冷风 那么在今天的最高气温都不到华氏50度 那么几乎全天都是在华氏40到50度之间 那么到了星期四的时候 也就是圣诞节前夕 届时气象局表示最低气温 甚至会低到华氏28度 这是在礼拜四和礼拜五的凌晨 所以在这边特别提醒听众朋友 保护您的这个三个P Pets, Plants和 Pipes 您的宠物 您的没有办法经历寒冬的植物和您的水管 那么如果气温低到华氏28度 甚至更低的话那么将会成为修士顿 有史以来有天气记录以来第三次的寒冷 好在过去这个weekend 警方和一个卡车进行了短距离的追捕 因为发现这个卡车的车牌 是在一个多月前被盗窃的车子 结果后来将车子总算停下的时候 发现车上有9名非法移民 那么现在整案正在调查当中 另外这是发生在星期天早上 警方表示在Friendswood的地方 一名女驾驶人开着车子 居然闯入了应该算是施工的地方 而撞击力之大 让这个女子的车子整个腾空翻转 落地之后呢 开始起火燃烧 当时在现场的两名警官试图将女驾驶人 拉出车子 因为女驾驶人被困在车子当中 而这两名警官也都受伤 一名是受到灼伤 另外一名是受到这个烟熏的熏伤 现在不太清楚这名女驾驶人的情况如何 好另外在上个星期五 警方表示他们收到居民的报案 说一名男子呢 一直神出鬼没的在附近的居家附近 并且在灵舍间非法的跳入灵舍的Friends 就是他们的驾篮 进入私人的名户当中 然后呢又从那里跳Friends 到另外一家去 那么警方到达之后呢 这名男子和警方也是起了追逐 并且呢甚至拒捕 后来警方成功将他逮捕 发现他是今年25岁的Ashton Walker 本身有超过15个以上的这个前科 那么现在呢还是应该是在假释保释当中 这个保释的案件呢是一个杀人案件 这一次警方将他逮捕之后 结果法庭又给了他只有2000元的保释金额 那么2000元现在的保释金额呢 真正要缴的费用不过是1% 所以只有20块钱 他又可以出狱了 那么后来经过控诉官的抗议之后 法官将他的保释金调整为4万美金 也就是他必须至少缴400块钱美金才可以出狱假释 好再来看一下来自Fox电视台的报道 根据德州州长Greg Abbott表示 德州政府将恢复在德州与墨西哥边界修建围墙 这项公告是在德州官员和私人土地拥有者 就在他们土地上建设基础设施 进行长时间谈判之后发布的 Abby说下个月将修建更多的边境墙 这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我们进行谈判之后的结果 那么德州设施委员会批准与西南河谷建筑公司 签订1亿6700万的合同后 边境墙建设计划进行几个月 该计划的目标是在Del Rio的地区 新建一座将近7英里的边境墙 与此同时 拜登政府控告亚利桑那州 使用集装箱和铁丝网 建造临时的边界墙 以防止非法移民流动 拜登政府声称该州正侵犯联邦土地 这项美国地方法院提起的诉讼称 安装多顿的集装箱焊接封闭 并且在顶部装有剃刀的铁丝网 是损害联邦土地 威胁公共安全 并且妨碍联邦机构和官员 包括执法人员履行公务的能力 德州与其他州正在替美国法典第42卷 就是Title 42到期做准备 那么现在在德州靠近边境的城市 已经正式的宣布为紧急灾害区 而近日德州将会送出数十辆巴士 到东岸以及西岸 尤其是像可能是纽约等城市 将德州无法附和的非法移民 转送给其他各州 好另外来看一下有关 Houston和Harris County方面的 房屋发展讯息 那么Harris County呢 是德州发展最快的都会趋势之一 过去十年间 Houston的人口也增长了9.8% 然而因此无法拥有房屋的居民呢 也在迅速的增加 休斯顿记事报报道 根据Rent Cafe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在过去十年中 Harris County至少有六个游地区号的居民 已经成为出租者比拥有者更多的社区了 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报告 百分之五十八的休斯顿人和百分之四十五的Harris County居民 他们是租房子来居住 这种转变是在独立屋被改造为多户住宅的趋势 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发生的 那么Rentz University的Kinder Institute Research科学家 Steven Averill Sherman将这一个过程称为conversion 或是我们叫转换 当房东购买房产时 转换开始 雪曼说 如今整个郊区的独立屋都作为出租物业建设 这并不罕见 甚至许多公寓或是不同类型房屋都成为出租屋等 自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 转换的做法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少数民族社区 那么过去十年 租金波动最明显的地区为 休斯顿市中心77002的郵地区号 该地区自2012年以来 出租数量增加了125.7% 存租人口的比例 自2011年的76.8%增加到 2020年的85.3% 接着是77027 那么这是所谓的 Highland Village Inner Loop 这个地区的人口增长了47.5% 那么租屋者则是增长了10% Harris County第四大租金波动的郵地区号 是在77067 45%是租屋者 之后就是郵地区号 77099 租屋增长了52% 然后77031 77020 77025 等等 影响租屋或是买屋 最重要的因素呢 当然是房产成本的上涨 其他因素则包括一些 像是一个地区的经济机会 或是居民生活偏好 生活状况和开发商建筑等 2022年住房报告指出 尽管过去12个月 休斯顿住房市场需求旺盛 但因建材成本增加和供应链的问题 开发商无法应应房地产过剩的要求 学们并表示 过去10年 休斯顿刚刚成为一个负担不起的地区和城市了 因此越来越多人租房子 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也替独立屋 租屋市场打开了大门 好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 谢谢您收听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 德州以及Houston方面的新闻 在这边祝福您 有一个愉快温暖的星期一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